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吉隆坡大使路一带的行政区 相信住在雪隆区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 那里有联邦直辖区清真寺 有大使路的政府大厦 Complex Community on the Lam Nugri Kuala Lumpur 当然还有包括国家档案馆 吉隆坡伊斯兰法庭都在那里 然而很早之前法庭原来已经下判 说这个地区的土地并不属于政府 而高庭前天进一步预令政府 必须要将大使路周围 大约107公斤的土地全属归还 给原业主Samanthan Estate私人有限公司 可是政府坚持继续提出上诉 这片土地其实名为Duta Enclave 而政府和Samanthan Estate 为了这片地打官司 其实已经拉锯了20年了 首先话说从头的话 是早在独立前 政府根据当时候的土地征用法令 就拿下了这片地 然后事情的开始是2003年的时候 Samanthan Estate就控告政府侵占他们的土地 2009年高庭就裁定了说政府确实是非法侵占他人土地 必须把地归还给原业主 可是政府不服这个判决坚持上诉 所以这一拖又拖了好多年 一直拖到现在 如果最后土地归还给私人公司 那么那边的政府大厦清真寺 伊斯兰法庭是不是要都搬家呢 针对这件事呢 首先安华就回应说 虽然政府尊重法院的判决 但是他认为呢 是很有必要重新检讨这1965年国家土地法典 因为按照有关的原则来办事的话 那么国家可能会陷入混乱 除了大使路的土地 因为还有更多在独立前或独立后被征用的这些人民土地 如果大家一次都来索讨 那该如何是好呢 安华就强调 这些土地呢 都是为了建设公共设施而征用 不是私人用途 首相安华针对高庭预令 政府必须归还大使路行政区以待的土地 给私人公司一事表示 判决的影响非常大 包括影响联邦直下区 雪州和槟城 几千英亩的土地归属权 在法庭宣判前 各方其实已经进行了三个月的调解工作 无奈没能达成协议 而内阁将在下周讨论这项课题 以党总秘书达基尤丁证实 自己因为早前在一场政治讲座中声称 如果选民不投票给不是州政府候选人的话 就会面临土地申请问题的言论 接到了警方联系 要求他到警局录贡 但他坦言 自己现在忙于补选 所以会在投票日后才配合警方入供 前财政部长达英早前为了避免法官 可能存在的偏见因素 于是提出申请 要求将他的案件转移到另一名法官审理 避免诸审法官阿祖拉同事审理自己 以及妻子伊玛面对类似指控的案件 针对这项申请 吉隆坡地庭将在本月27号裁定 是否予以批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